全民風運動 為運動之動 這幫選手高國慶跟運動主播詹可循 啟動運動智能系列活動及講座活動 為了讓民眾培養健康運動習慣 體育局規劃三大課程 五大特色 邀請運動講師到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林里首課 我們這個活動已經四年了 那四年今年是比較有特色一點 就是說我們落實到我們的林里裡面 然後去做體飾能的一個檢測 那麼檢測完以後呢 我們還自能送他們一些體驗件 到我們的運動中心去運動 三大課程有女性親子及運動防護等課程 其中親子互動結合球類有氧推出食堂運動課程 高國慶也分享他跟孩子的運動經驗 現在小孩子他現在比較喜歡吃就是騎腳踏車 那就是找個地方給他騎 我跟老婆自己也有討論就是有讓他們去參加幼兒體操 棒球是真的是難度是比較高啦 而且危險性也比較有 但還是覺得因為醫生也建議說小朋友先 還在幼兒的時候先踢球會比較好 對下肢的機率會有比較大的幫助這樣子 現場也示範女性課程中的舒緩超 運動傷害防護課程也有滾筒舒緩超 讓各年齡層民眾都能參與 活動全程免費 民眾只要上體育局網站報名 就能一起參加各項運動 一起培養運動習慣 記得羅瓦巴扎克台北市採訪報導